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四 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凝 高空擾動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一起看看雷達圖像 看到跟高空擾動相關的雲帶 今早就掃過香港 外面下著幾陣罩雨 大家一會出門的時候 記住要拿白傘 至於天色方面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得到 跟高空擾動相關的雲帶 正是覆蓋廣東沿岸地區 我們預計 隨著一些比較厚實的雲帶 向東移動了之後 今日日間的時候 我們都有機會見到少少陽光 至於氣溫方面 在六點多鐘的時候 各區的氣溫 普遍是約21度至23度之間 今日詳細天氣預測會大致多雲 早上會有幾陣的咒雨 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另外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早晚沿岸有機會有點霧 今早最高氣溫會上到大約27度 另外風水方面是吹和援的東南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 明天日日間的時候 天氣會相當溫暖 另外一度冷風 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時候 橫過華南地區 明晚和星期六的時候 會間中有咒雨和有狂風雷暴 隨著冷風過了之後 我們的天氣都會稍微涼一點 這次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再見